人若转运,一看便知,一个人在走上坡路的几种征兆中两个以上,恭喜你,马上要转运了,人都是有逆境的,但逆境与福气往往相伴而行,逆境不会总伴随你一生,而福气也不会随行,所以,当你身处落魄时,也请别担忧,或许福气即将迎来,而当你一直处境很好时,也要随时注意落魄的寻来,那么,一个人身处落魄后,日子何时才会像好了? 其实啊,人生开始走上坡路时,生活多多少少都会给我们一些暗示,那么,当出现以下几种迹象时,有两个以上,就要恭喜你了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推翻自我,生活中,那些停滞不前的人都很会为自己找借口,比如,我年龄大了,学不会了,我脑子不好,太笨了,不学了,我都这岁数了,还拼什么? 他们总是一边羡慕别人的转变,一边畏手畏脚,安于现状,日复一日,生活平淡如水,不思进取,殊不知,对一个有所追求的人来说,没有不适合的年龄,只有缺少勇气的内心,推翻自我,是我们与命运较量的唯一机会。 也许开局并不顺利,但只要你敢于推翻命运的路,开辟出自己的天地,你的人生就会有出路,推翻自我,说起来华丽,其实过程非常痛苦,需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和魄力,需要有坚持的耐力。 人生,没有好走的上坡路,但每一步都算数,它会让你站得更高,看得更远,不要还没开始努力转变,就自怨自艾,向生活缴械投降,敢于推翻自我,打破年龄界限,勇于挑战,离开舒适区,才能迎来华丽丽的转身,戒掉玻璃心,人生无常,福获相依,不如意识长八九,吃苦受累才是常态。 这世上没有一份工作是不辛苦的,也没有谁在职场没有受过委屈,谁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,成年人的世界,最容不下的就是玻璃心,谁都有经验不足的时候,谁都不是天生的高手,没必要让自己像玻璃一般脆弱,敏感自卑,又经不起批评指责。 很多时候,只是你自己想太多,你简单世界就简单,你复杂世界也跟着复杂,每个人都很忙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堆麻烦事要处理,你没有那么重要,也没有那么不重要,别人也没有太多心思关注你和针对你。 所以,你也完全没必要过度解读别人的一句话,甚至一个眼神,与其因为玻璃心而陷于内耗,不如熟悉职场规则,社交规则,做好本职工作,强大自己,只有在一次次克服困难的过程中,在一次次处理矛盾的过程中,才能真正看清楚自己的内心,才能让自己从中获益,愈发坚强果敢。 如果生活没有给你香甜的橘子,只给你一颗柠檬,你应当学会将它调制成一杯柠檬水,而不是只顾抱怨它的苦涩,真正厉害的人,早已戒掉了玻璃心,将自己打磨成钻石心。 玻璃心的人,注定走不远,如果你开始接受外界的批评,开始正视自己的不足,戒掉了玻璃心,那么恭喜你,你在走上坡路,不畏惧困难,只要在向上走,就是辛苦的,就是有压力的。 有些人既想走上坡路,欣赏顶峰的壮美风景,又吃不了苦,一遇到困难就退缩,整天抱怨,还没开始就泄了气,胆小怕事,明明迈出一步即可,却不愿意面对,以退缩来了结,而有的人,天生无畏困难,越战越勇,面对压力和困境,不抱怨不气馁,而是选择直面他,战胜他,才能看到更远处的美景。 老话说得好,万物皆由心生,真正束缚我们的,其实不是那重重困难,而是自己的心,人生路漫漫,无论选择哪条路,都会遇到挫折,失败,质疑和绝望,你自己会有诸多的顾虑,看不到希望,也不知道付出是否真的能有回报时,你更会迷茫,犹豫不决,也许还会有很多人劝你退出,但你要明白,成功本就需要勇往直前的勇气,需要不断挑战困难, 没有人可以轻轻松松就获得成功,保持初心,勇往直前,不畏惧任何挑战,便会开始走上坡路,成功没有捷径,要完成一件又一件的小事。 要虚心学习,不断成长,才能一直走上坡路,上坡路并不那么好走,但只要沉下心,熬过眼前的苦,就会柳暗花明。 你的每次自我突破与成长,都是你走上坡路的助力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学会了今日是今日弊,明日复明日,明日何其多。 我生待明日,万事成蹉跎。 世人苦被明日累,春去秋来老将至,朝看水东流,暮看日西坠。 百年明日能几何,请君听我明日歌。 这是明代学士文家的明日歌。 告诫人们,要在今天抓紧努力,不要事事都寄希望于明天,如果那样的话,人生将一事无成,把事情拖到明天,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。 而且,明天也总会有明天的事情,巴尔扎克是位多产的作家,他的时间是一分一秒也不空过的。 一次,巴尔扎克太累了,对一个朋友说,我睡一会儿,你一小时后叫醒我。 一个小时过去了,朋友实在不忍心叫醒他,巴尔扎克醒来后,发现超过了一小时,几乎是暴跳如雷的对朋友说,为什么不叫醒我,耽误了我多少时间啊? 朋友不高兴地说,你这么累了,该好好休息一天,有事情明天不能做吗? 巴尔扎克大怒,我明天还有别的事情呢? 由此可见,学会今日是今日弊,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来说,是多么的重要。 如果一个人学会了今日是今日弊,他的人生自然在走上坡路了,学会了每天多付出一点点,在美国汽车夜里有一个推销员,连续好几年都是公司排名第一的推销高手。 他每天工作到晚上回家的时候,走到房间里,就看到他的书桌前面贴了一句话,今天你还需要再卖一台车才能回家睡觉。 于是,他又跑出去卖了一台车,成功者总是愿意在别人还没起床时,他先起床,别人还在休息时,他先行动,别人走了一里路,他要走两里路,别人读一本书,他就读两本书,别人工作八小时,他就工作十小时,别人拜访十个顾客,他就拜访十五个顾客。 别人学过一遍,他就要比你多学一遍,当他超越了别人之后,下一个就是要超越自己,今天拜访了十五个顾客,明天就要多一个,今天读了一小时书,明天他还要多读一小时,今天走了两里路。 明天就要比今天,再多走一点点,在他每天想休息的时候,他就告诉自己,再多做一点点,每天为自己创造出额外的一小时,早起床一小时,这种创造时间的方法异常简单,同时相当有效,如果每天早起一小时,一年就可以创造出额外的十个星期。 如果你是一个雇员,不论你的工资有多少,都只是在为他人创造财富,即使你的工作创造了巨大的利润,也只能分得其中的一小部分,如果你使用这十个星期为自己工作,则能得到大部分收益。 第一次早起,可能会不习惯,不过,随着次数的增多,早起会越来越容易,你的身体会逐渐适应新的节律,成功不是靠一步登天,而是靠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,是经过常年累月的行动与付出累积起来的。 虽然,任何人都会有所行动,但成功者却是每天都多做一点点,多付出一点点,所以他比别人更早成功,然而一般人每天不肯多做一点,多付出一点,他总是在想,明天可不可以多睡一点, 多吃一点点,多休息一点点,多玩一点点,少付出一点点,早下班一点点,钱多赚一点点,这样怎么可能成功呢,每天多睡一点点,少做一点点,是失败者共有的习惯,每天多做一点点,多付出一点点,是成功者共有的特质,成功与失败到底差在哪里,就差在这一点点,想要成功的你,愿不愿意多做这一点点呢? 每天早上起床,你可以问自己,今天我要比昨天多做了件事情,我愿意在事业上,比昨天多努力做哪一件事情,学会了自己的事,自己做决定,现实生活中,许多人之所以不能发展,原因之一在于保守,这里,我们强调自己敢于冲破习俗。 敢做决定,是成大事的关键,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,都需要不同常理的人,而不需要事事顺应潮流,听天由命的人,推动社会进步的,往往是那些具有革新精神,敢于打破常规,改造环境的人。 你要努力争取的,不必总是严格按规矩办事,不必时时刻刻考虑社会环境的需要,否则,你就是一个毫无主见,随波逐流的人,要掌握自己的生活,就需要有灵活性,需要自己不断地确定在具体情况下,各种规定是否适用。 的确,一步一趋,照张形式比较容易,然而只要你认识到,法律是为你服务的,而不是你的主人,你就会逐步消除自己的必须性,记住了,你或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,或可根据别人的要求生活,这得由你来选择。